今晚分享一个睡前小故事 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 小动物们正在为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忙碌地做着准备 这是一个充满了欢笑和期待的日子 每个小动物都在渴望比赛中展现自己的才华 阳光洒落在树叶上 整个森林里都弥漫着运动的气息 这次运动会吸引了许多小动物参加 有矫健的小鹿 鸡敏的狐狸 温文尔雅的小兔子 和勇敢的小松鼠 它们都希望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为自己的家族争光 在比赛前的训练中 小鹿轻盈地越过溪流 自信满满地说 我一定能赢得跳远比赛的冠军 小鹿则灵巧地在树间穿梭 得意地说 我的速度无能能敌 接力赛的冠军非我莫属 小兔和小松鼠也不甘示弱 它们在努力地练习着 期待在比赛中一鸣惊人 在离比赛还有几天的时候 森林里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道路变得泥泞不堪 许多信念场地都受到了影响 小鹿们陷入了沮丧 它们担心比赛无法如期举行 自己的努力将腹肢东流 时大象长者走过来 它安慰小动物们说 不要灰心 孩子们 困难者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小动物们听了大象长者的话 决定一起动手修复训练场地 过几天的努力 小动物们终于修复了所有的场地 它们互相鼓励 共同度过困境 这让它们更加珍惜彼此的友谊 也让它们更加坚定 要赢得比赛的决心 比赛当天 阳光明媚 空气清新 小动物们穿着整洁的运动服 精神放花地走在赛场上 观众席上坐满了亲朋好友 它们为参赛的小动物们呐喊助威 首先进行的是跳远比赛 小鹿轻盈一跃 稳稳地落在了沙坑的另一端 观众席上传来了振振掌声 狐狸哲带领队伍参加了接力比赛 它们配合默契 速度精能 一路领先 最终 狐狸将接力棒交给了冲刺的小兔 小兔奋力冲刺 成功为队伍赢得了金牌 全场沸腾 欢呼声持起彼伏 小松鼠也在攀爬比赛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 它敏捷地爬上了树梢 迅速地参业障碍 最终稳稳地落在了终点的高台上 观众们为小松鼠的精彩表现 抱以热烈的掌声 在颁奖典礼上 小鹿 狐狸 小兔和小松鼠们都获得了闪闪发光的金牌 它们激动地互相拥抱 感受着胜利的喜悦和友谊的温暖 大象长者站在台上 微笑着说 孩子们 你们都很棒 你们不仅赢得了比赛 还学会了谈结和勇敢地面对困难 这是你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小动物们听了大象长者的话 深受感动 它们明白了比赛的意义 不仅仅是在于胜利 更在于过程中的成长和收获 从此以后 它们更加珍惜友谊 勇敢面对困难 共同追求美好的未来 晚安 好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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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哦